惡名昭彰的俄罗斯瓦格纳首领普里格金 坐在一架苏凯24轰炸机副驾驶座 他对着镜头脱下氧气面罩 发表一段荒唐宣言 普里格金先前就因为夸大不实的言论 被国际社会忍不住打脸 而这一次竟然大拉拉声称 自己要驾驶米格29战机 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来一场一对一空战对决 根本越来越脱离现实 虽然这名傭兵首脑的言行举止 一再沦为国际笑柄 但不可否认的是 俄军最近不断猛攻推进 的确有所斩获 乌东顿内茨克州要塞城市巴赫姆特 不断承受俄军一波接一波的地面部队侵略 尽管乌军死守不退 也难抵俄国人海战术一再突袭 自本月开始 俄军又分别对鲁干斯克 以及扎波罗热两地展开围攻 根据乌克兰情报 俄军敢在这个时候开辟这两条新战线 是想趁着西方主力战车抵达前先发制人 对整个顿巴斯地区发动大进攻 而情报推测 侵略可能会在2月中就发生 俄罗斯之所以能扭转乌军反攻局面 是因为普丁兹去年年底以来强制征召数十万人入伍 永无止境地投入新兵到前线充当炮灰 不过让战争机器得以永不停歇运转的 却是两个暗地里驻俄为虐的国家 伊朗与中国资助俄罗斯早已不是新鲜事 不过根据华尔街日报五日最新独家报导 俄罗斯与伊朗已经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 并计划在俄国境内设置无人机工厂 量产至少六千架见证者无人攻击机 投入勤勿作战 另外华尔街日报检视俄国海关资料发现 中国国营企业曾经运给遭制裁的俄国企业 战机零件航导设备以及干扰技术 增进他们的武器生产 伊朗和中国不顾国际制裁大力援二 有朝一日恐怕也难逃被俄罗斯牵连的命运 华语新闻谢中月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